如果要选一部情节炸裂叙事牛叉的悬疑神作 我会毫不犹豫地推荐致命ID 为了能彻底读懂这部电影 我特意做了一张人物分析图 并对其中的片段逐真播放 终于发现了一些隐藏的细节 在电影的结尾处 我会将这些细节逐一列举出来 呈现出一个通俗易懂的完整故事 看完你就会知道 它凭什么能常年稳居全球影视榜单 以至于同类型电影争相模仿 电影开场就引发了一系列的蝴蝶效应 安娜在驾车时打算点一根香烟 可将手伸进皮箱的一刹那 衣服和鞋子瞬间飘落 她并没有选择停车 正是这只高跟鞋导致了一场车祸 不久后天空下起了暴雨 乔治一家三口在经过这条路段时 车子突然发生了爆胎 好在男人从容淡定 稳稳将车停在了路边 乔治下车检查才发现 罪魁祸首居然是一只高跟鞋 眼看天色已晚 乔治只能独自更换备胎 妻子爱丽丝还贴心地在一旁安慰她 就在此时 儿子敲响了车窗 爱丽丝察觉后 上前和儿子互动 殊不知 男孩的举动险些害死母亲 看到儿子向后退去 爱丽丝下意识地模仿 可下一秒 发现妻子被撞 乔治赶忙上前查看伤势 只见妻子已经奄奄一息 肇事者名叫艾德 是过气女明星的专职司机 事故发生的前一秒 女明星的手机突然没电 她让艾德帮她拿备用电池 可就在低头的一瞬间 艾德不顾女明星的反对 毅然决然地下车抢救伤者 她向女明星索要手机报警 可对方却死活不开车门 艾德捡起铁棍 直接砸碎了车窗 一把抢过女明星的手机 却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信号 就在几分钟前 暴雨冲塌了路面 安娜本打算掉头回去 却无意间撞坏了电话线 这才导致通讯瘫痪 随后 艾德带着伤者找到了一家汽车旅馆 乔治抱着奄奄一息的妻子 向老板求助 老板急忙拨打电话 才发现没有信号 他告诉艾德 往东三十里有一家医院 艾德安顿好一家三口 强行将女明星拽下车 然后孤身前往医院寻找救援 在半路上 他遇到了车子抛锚的安娜 得知艾德要去东边的医院 安娜解释道 前面的路已经被大雨冲断 可艾德为了救人 只能冒险前往 果然不出所料 车轮很快陷到了泥潭中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一辆车正朝他们驶来 对方是一对新婚夫妇 面对求助 男人果断拒绝 可当他看到身材娇好的安娜 就立马转变了态度 妻子吉米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 而在旅馆内 老板给女明星办理了入住登记 他要求必须要最好的房间 还特意加了50美金 看着塞满钞票的钱包 老板的表情耐人寻味 让他住进了8号房 由于东西两头的马路已经被冲断 艾德等人只能暂时回到旅馆 登记入住时 吉米注意到了一本杂志 老公路易斯却在偷看安娜 而老板对安娜的态度十分不友好 因为他讨厌妓女的职业 最终 安娜被安排到了7号房 路易斯夫妇则住进了6号房 就在此时 艾德发现一辆警车开进了旅馆 对方声称是一名警察 在押送犯人的过程中 被暴雨困在了这里 艾德试图让警察呼叫救援 可对讲机根本联系不到外警 随后 警察和犯人被带到了10号房 并将犯人靠在了卫生间 与此同时 受伤的艾丽丝必须立刻进行手术 艾德急忙找来针线 对伤口进行了缝合 安顿好犯人后 警察来到房间 查看艾丽丝的伤势 好在艾德已经成功处理了伤口 随着暴雨越来越大 旅馆里的气氛逐渐变得诡异起来 艾德回到房间 扶下了两颗药丸 乔治对着昏迷的妻子喃喃自语 老板偷偷摸摸将一些物品藏进了抽屉 安娜打开皮箱 查看自己的钱是否还在 作为新婚夫妇 路易斯竟然和妻子分床睡 就连警察的衣服上 也莫名出现了血迹 而过气女明星 正在抱怨酒店环境差 就在这时 手机突然响了两声 她试图来到外面寻找信号 为了避免被大雨淋湿 还一把扯下了浴室的帘子 孤身前往地势高的地方寻找信号 此时的她突然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女人的尖叫声惊动了艾德 她赶紧穿好衣服出来查看 发现了帘子上掉落的挂钩 顺着地上的挂钩继续寻找 艾德一路搜寻 来到了一处洗衣房 角落的洗衣机突然停止转动 她小心翼翼地上前查看 里面赫然是女明星的脑袋 老板和警察闻声赶来 被眼前的场景彻底吓到 警察在头颅旁边发现了10号房的钥匙牌 这正是她和犯人所在的房间 三人急忙来到房间 果不其然 犯人已经逃跑 为了防止其他人遭遇不测 艾德将所有人召集在一起 得知犯人逃跑 众人顿时紧张起来 艾德决定和警察一起抓捕犯人 让其他人再次等候 可两人刚离开旅馆 老板就悄悄来到了8号房 偷走了女明星的钱包 而路易斯夫妇 因为一些事情发生了争吵 吉米夺门而出 两人气愤地回到房间 吉米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这个鬼地方 路易斯在一旁极力劝阻 争吵之下 吉米突然说道 他之所以假装怀孕 并和路易斯结婚 就是为了让他不再沾花惹草 发泄完情绪后 吉米将自己反锁在了卫生间 路易斯被气得恼羞成怒 不断敲击着房门 伴随着一阵闪电 外面突然没有了动静 吉米小心翼翼地推开厕所门 看到了无比震惊的一幕 好在吉米成功将门反锁 为了逃命 他直接从窗户跳了下来 正好遇到了文生赶来的警察 当众人闯进房间 发现路易斯已经死亡 得知丈夫被害 吉米崩溃得失声痛哭 与此同时 那名犯人正在疯狂逃窜 当他爬过一条河沟后 发现前方出现亮光 他决定前往此处躲避 可来到一处仓库才发现 自己竟然又回到了汽车旅馆 熟悉的场景 让犯人当场懵逼 此时的艾德 已经发现了他 还没来得及逃跑 就被警察从身后偷袭 不到片刻 他们便将犯人成功制服 艾德让老板留下来看守犯人 其他人则去处理尸体 看到众人离开仓库 老板试图将冰箱门上锁 犯人察觉到冰箱里藏有秘密 而另一边的艾德 正在房间拍照取证 他竟然在路易斯身上 发现了九号房的钥匙牌 这足以证明 你明星和路易斯 并不是犯人所杀 艾德突然发现 本该在仓库看守犯人的老板 却出现在外面 警察走进仓库 看到了惨烈的一幕 犯人已经被棒球棍刺穿 两人立刻将矛头指向了老板 并在尸体旁 发现了八号钥匙牌 只有旅店老板 才会有房间的备用钥匙 为了证明清白 老板在拿钥匙的过程中 不慎将工具箱吊在了地上 艾德一眼就认出了 女明星的钱包 老板解释道 钱包是在对方死后 才去偷的 此时的老板百口莫辩 情急之下 他挟持了一旁的安娜 眼前的尸体足以证明 老板就是杀人凶手 转眼间 老板已经落荒而逃 他决定驾车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可万万没想到 此举再次引发了一场命案 乔治当场命丧黄泉 为了防止老板再次逃跑 艾德和警察立即将他捆绑 老板也解释了 冰箱里的那具尸体 自己并不是旅店的老板 而是一位走投无路的毒鬼 他本想来汽车旅馆加油 却发现老板已经死在了办公室 恰巧此时 有客人前来入住 他便擅自收取了费用 为了尸体不被人发现 索性将其藏进了冰箱 随着入住的客人越来越多 他顺理成章代替了旅店老板 警察并不相信贾老板的说辞 咬定对方就是凶手 可安娜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吉米联想到了那本杂志 这里曾是一片乱葬岗 一百年前 印第安人被迫迁徙 很多人死在了这里 他猜测是逝者的鬼魂在复仇 警察自然不信鬼神之说 待众人冷静下来 吉米提到了一部电影 十个人曾流落荒岛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死掉 这和他们现在的遭遇极其相似 而那些岛上的人都有一些共同点 或许他们几人之间也存在着相似的地方 从聊天中得知 安娜和老板来自同一个小镇 安娜还表示 她已经辞掉了妓女的职业 打算回老家种植柳橙树 话音刚落 警察听到屋内传来钥匙掉落的声音 此时的爱丽丝已经失去了生命 警察注意到床下的钥匙 上面标注了六号房 爱德接过钥匙 不禁感到疑惑 爱丽丝是死于车祸 身边为何会出现号码牌 如果按照死亡顺序 那么七号应该就是乔治 他们急忙查看乔治的尸体 果然在尸体的口袋里 发现了七号牌 如此看来 凶手并不是老板 面对这些死亡数字 让众人感受到了恐惧 爱德吩咐吉米 带着孩子赶紧离开旅馆 可下一秒 车子突然爆炸 众人赶忙上前查看 当他们扑灭火焰 却发现车里并没有尸体 气氛顿时变得诡异起来 之前的尸体全都不翼而飞 就连墙上的血迹也消失不见 此时的安娜彻底崩溃 因为下周就是她的生日 此话瞬间引起了爱德的注意 他们的生日全都是在下周 老板急忙查看入住登记 发现所有人的生日都是5月10号 就在此时 一道闪电击中了房顶 导致旅馆的电力系统彻底瘫痪 众人急忙来到外面查看线路 唯独爱德愣在了原地 看着一张张登记信息 爱德顿时头痛难忍 脑海中似乎有人在和他讲话 恍惚间 爱德回到了现实 身边不仅有主治医生 还有法官和陪审团 爱德意识到 旅馆发生的一切都是自己的潜意识 医生将一张照片递给了他 可爱德并不认识对方 男人名叫麦肯 患有多重人格症 曾在生日当天 残害了六名无辜的生命 爱德疑惑地询问道 医生没有再过多解释 而是将一面镜子递给了他 镜中突然倒映出了麦肯的样貌 看到这 相信很多人都一脸懵逼 故事是这样的 麦肯曾有一段悲惨的童年经历 他的母亲不仅是一名妓女 还犯有盗窃罪 而时的麦肯经常遭受虐待 还被母亲遗弃在了汽车旅馆 童年经历导致麦肯患上了多重人格 在四年前的生日当天 其中的一位人格 接连犯下了六起命案 麦肯因此被判处死刑 在距离执行的前十个小时 医生才掌握了 他患有多重人格的证据 这十个人格中有好人和坏人 只要能消灭所有的坏人格 法官就会重新审判 得知真相后 麦肯的意识被爱德人格占据 一瞬间 他回到了汽车旅馆 决定完成医生的建议 只保留一个正常人格 此时的警察正在检查电路 并让老板去找手电筒 安娜突然想到身后的警车 车里应该会有手电筒 上车后才发现 通讯设备已经被损坏 还无意间找到了一份资料 安娜赫然发现 所谓的警察竟然是一名犯人 原来 警察在押送犯人的途中 被犯人自制的小刀刺中了后背 他们将尸体放进后背箱 其中一名犯人扮演了警察的角色 安娜打开后背箱 看到了真警察的尸体 这也解释了假警察衣服上的血迹 安娜本想悄悄告诉老板 却不慎惊动了假警察 她来到房间内寻找爱德 才发现对方不知所踪 在寻找的过程中 假警察已经来到了身后 她不再伪装身份 逼迫安娜交出车钥匙 不料却被老板从身后偷袭 两人打算开车离开 但钥匙还在爱德手中 老板急忙拿出了备用钥匙 可下一秒 安娜被吓得落荒而逃 假警察淡定的四处搜寻 幸运的是安娜遇到了爱德 爱德让她留在原地 她知道自己只是其中的一个人格 所以决定让安娜活下去 然后和警察同归于尽 当安娜赶来时 爱德已经奄奄一息 她用最后一丝力气告诉安娜 至此安娜成为了唯一幸存的人格 第二天 安娜开着皮卡车离开了旅馆 前往老家承包柳成树 最终法官宣判 延缓对麦肯的处决 将其转送到精神疗养院 故事本该完美地结束 可导演却来了个惊天反转 让故事的结局彻底摸改 安娜拿起小锄头 打算给柳成树松土 竟然在树下挖到了一个熟悉的牌子 安娜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 定睛一看 正是一号钥匙牌 按照旅馆中的死亡顺序 自己也将在街南逃 台湾 医生千算万算 却唯独忽略了小男孩的人格 而现实世界的医生也察觉到了一场 以上就是电影的全部剧情 接下来 我整理出了剧中很难发现的细节 其实每个人格的死亡 导演早就给出了细节暗示 首先是女明星 在电影的25分24秒处 镜子里反射出了一个人影 伴随着闪电 能隐约看出小男孩的样貌 然后是路易斯 在电影的39分30秒处 后面的房门被缓缓打开 其次是那名被押送的犯人 在电影的51分43秒处 后方明显出现了小男孩的身影 接着是爱丽丝 在电影的59分28秒处 男孩悄悄走进了母亲所在的房间 而乔治和吉米的死 都间接和小男孩有关 种种迹象表明 小男孩才是最邪恶的人格 而11个人格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性 小男孩对应着麦肯内心的怨恨 乔治和爱丽丝 代表麦肯对一个正常家庭的渴望 过气女明星 代表母亲渐渐不受客人的喜欢 吉米和路易斯 代表年轻时父母的不成熟 贾老板对应着母亲曾犯下的盗窃罪 两名被押送的犯人 代表母亲仍在监狱里服刑 安娜直接对应了母亲妓女的身份 爱德则代表着麦肯仅存的善良 完整的故事是这样的 麦肯的母亲是一名妓女 在接不到客人后 开始四处盗窃 麦肯时常遭受虐待 最终被母亲抛弃在了汽车旅馆 伴随童年阴影长大的她 突然在生日当天犯下了六起命案 从而被警方抓获 当时的医生并没有发现麦肯的多重人格 麦肯因此被判处死刑 在距离执行的前十个小时 医生从麦肯的日记中 掌握了他多重人格的证据 只要能消灭所有的坏人格 就能让法官对案件重新审判 于是医生引导麦肯 进入了多重人格的事件 由于小男孩的人格没有说过一句话 导致医生并不知道第十一个人格的存在 最终麦肯被邪恶人格占据 让一切的努力变成了徒劳